Oise Channel 我想有很多朋友在我未入行之前 如果認識我的話 而且有跟我去聊天的話 都知道我是一個比較喜歡想東西的一個人 而且我很喜歡看書 喜歡想什麼呢 不論是一些心理學、哲學 或者是美容的東西 總之我去任何一個範疇 我都有一個很喜歡探討的性格 所以都很喜歡曾根究底 或者是去看很多不同的書 去想出一些的答案 或者是我覺得人靠思考是可以令自己盡快的 不一定要所有事情都要自己親身去經歷 我就會經常想到一個點 就是究竟其實我是來到這個世界上 有什麼要做的呢 或者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應該是要做什麼的呢 是一個很哲學的問題 但是也有很多哲學家 就說其實人不其一生都會去想這個 Who am I 的這個問題 就是去想究竟其實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性格 再加上自己遭遇的經歷 其實是畫一個圖畫出來 或者是畫一個故事出來 自己是有某一個使命是要去達成的呢 做一點點個人的分享 其實在我中學的時候 除了很喜歡去做普通話朗眾 或者是做一些辯論的東西 或者是很喜歡讀書的 然後到大概中四五開始 我就很聚心去做環保的東西 氣候變化是其中一個人類面對最大的問題 以及一個挑戰 生態或者這個地球不能夠再去平衡到的一個狀態 就會失衡了 可能它的氣候就會有一個大轉變 以至到人類就未必是最合適 可以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因為已經很多年沒有去看這個題目了 其實最新去發展到是怎樣的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我們過了一個tipping point沒有 我也不知道 這個也是我對我人生一個很大的疑惑 因為其中以前覺得 這個就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 或者是最迫切的問題要去處理 但是當我慢慢讀下去的時候 我突然間人的那個想法 就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長大了 真的有一個不同了 好像發現原來這個世界上 還有其他的東西是很重要的 要去處理 那我就去研究其他東西了 也都在大學的時候 就在英國那裡回教會了 那對於基督教的追求是很上身 因為我覺得這個可能才是人的出路來的 原來就是要找到心靈上的那種價值 可能我以前去做那麼多環保 是因為我覺得這個是我來到這個世界的價值 但是這個是不是沒有我想的東西 可能不是我生出來的東西 那如果神是創造我的那個 他就知道我是來做什麼的呢 我於是就去追隨這個信仰 希望去找到一個自己的使命 以及其實自己會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 但是當你去面對這個社會的時候 又發現了見到很多其他的人 有不同的理解 我家裡有佛教的 那就是不同的人去理解同一件事 我就發覺原來是會用不同的目光 或者是用完全一個不同的理解 那慢慢去觀察了之後 我就發現了很有趣 這個世界上面信仰這件事 其實是真是一個人 如何去理解這個世界 以及如何去看這個世界 所以我看到這本書的時候 都覺得挺特別 因為它的看法 有一點點好像 呼應了我的想法 或者是令到我有一個新的看法 發現原來自己不是唯一去這樣想法的一個人 那我今天想介紹的這本書 就很有趣的 他是一個美國的作家 叫做Mark Manson 他也出了兩本 兩三本是New York Bestseller 來的 是紐約的長宵書 他探討的呢 我開始看他第一本書的時候 我覺得是一個心理學的書 一個例子的書 但是看到第二本的時候 我發覺 咦 原來是哲學書 但是當然看完之後 你也給了自己一些新的啟發 還有一個迫使我去想想 自己其實的世界觀是怎樣的 這本書 因為第一本 人們經常看到這個題目 The subtle art of not giving a fuck 第二本書就是這樣 Everything is fucked Above about hope 簡單去說一下他的理念 其實他就是覺得這個世界上 人類是不應該去追求快樂的 在Mark Manson的說法裡面 其實快樂 或者追求快樂 這件事 是去到近代的歷史 才是創造的一個想法來的 可能因為社會蒙明 或者已經發展到一個某個階段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再去找生計 再去為之前人類的生存 很多的問題去煩惱 所以他們就進一步去追求一些快樂的東西 但是在Mark Manson的世界裡面 他就說其實這件事 反而是令到人類遠離了 本身我們應該做人的一個樣子 因為當你追求快樂的時候 其實某程度上 你是逃避一些人應該承受的痛苦 這樣下去的時候 其實對人類的一個發展 或者一個進化是很不健康的 這個就是他的討論 在看這本書 其實我也覺得挺容易看的 這本書 因為他也是一個比較生動的作者 他的文筆裡面不僅是 有一點點 你一開始覺得他好像很厭世 但其實不是 是因為他覺得現在的世界 不是應該有的那個樣子 所以他可能文筆裡面有時候 有些諷刺 或者是他舉的例子也很有趣 但是也是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令人發人心性的一些例子 我看他的本書的時候 都看得很快 五天就看完了這個第二本了 那我今天介紹的就是第二本了 因為我覺得第一本 它就在2016年去出版了 就是思想都會有一點點過期 它有它的價值 但未必是對於我們現在 現時這一刻 最實用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就看回它一些近代的選擇 就是這一本 第二本 就是2019年出版的 那它裡面 就其實是 將第一本的一些概念 再把它放大了 看回整個 它的價值觀是怎樣 首先呢 Mark Manson在頭的一個 chapter那裡 就能分享到 其實人 是怎樣構造先的 因為我們就會發現呢 原來人的構造是會影響到他們 是很需要找到自己的價值觀的 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人的腦 在Mark Manson的世界裡面 就是分了兩個腦 一個就是理性腦 另一個就是感性腦 就是feeling brain 其實以往的人 都會覺得人是理性驅使的 吃菜是會令你身體健康一些 你的thinking brain 是會學習很多東西 令你懂得去分析 但是真的掌陀的那個呢 其實是個感性腦 原來人呢 是感性驅使 就好像小朋友BB的時候 我是 為什麼會學會他想吃東西呢 就是因為我感覺到餓 但是你感性和理性腦之間 有沒有一個很好的溝通呢 究竟你是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呢 什麼為之是健康的狀態呢 我們首先說不健康的狀態 不健康的狀態 譬如我很想很想去吃薯條 現在 但是 不健康的情況 可能 你直接就是 沒有問過你的理性腦 直接就已經衝過去 很衝動的就走了去吃 就是想要什麼 想吃薯條 就馬上去吃薯條 但是 如果另一個 進化一點點 你是有跟你的理性腦溝通 或者有些朋友來挑戰你 為什麼你要去吃薯條 突然間你的理性腦出來 純粹是附和你的感性腦 他沒有作出自己的思考 因為他覺得 這個感性實在太重要了 這個感覺是需要被維繫 要罕乎的 所以可能覺得 那一刻 你的理性腦就會 跟朋友說 對啊 吃薯條 因為壓力大 我們就要酸硬一下 這個也是對身體很健康的一件事 你正確定自己 就是你覺得自己這樣做是沒有問題的 你的理性腦幫助你的感性腦 這個其實長久下去也不是一個健康的狀態 它產生的傷害就會更加長久 也有另一個極端的 就是 發覺原來 你的理性腦知道你的感性腦太過衝動了 於是他不想再跟他一起合作 就是說 每一次那個人已經是機械式的做事 做事做到自己不容許自己有任何的感覺 這個也是當你太過理性而忘 沒有了你的感性的時候會出現的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很不健康的狀態 健康的狀態應該是怎樣的呢 就是當你的感性腦和你的理性腦 會作出很好的溝通 就是每一次你一個感受 感覺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在腦裏面 你就會跟理性的腦去說 我現在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感覺不代表你要有一個行動 你只是承認了自己有這個感覺 但你就會去想 其實這個感覺是不是需要的呢 我是不是要這樣做呢 還是怎樣呢 有時候 譬如我真的很想去吃一個薯條 我就會跟我的理性腦說 我現在是真的很想吃薯條 我承認了這件事 我沒有 我沒有去 不管我的感性腦 但是理性腦可能 他就會更加聰明地 用一些技巧 令到你有一個新的感覺 是想去追求一些更好的東西 所以其實這個理性腦很厲害的地方 就是他會去創造一些新的感覺 給你的感性腦 讓你的感性腦驅使你去 走一個更加好的選擇的道路 那剛才說了 其實感性腦 feeling brain 他除了是告訴你一些開心不開心的東西 當你的感性腦 他會有某程度上覺得 這個世界有的一個平衡點 你對別人不好 或對別人不住的時候 產生了一個失痕 而你沒有辦法去彌補 去平衡你的情緒 這個也是做了一個失痕 就會有不同的情緒去產生 或者你對你自己的一個自我價值感 就是來自於長期的這些情感 的積累 為什麼我沒有能力可以去 還給他呢 就是我是不是就是這麼差 還是這麼需要別人幫忙 我真的很不濟 可能你的自我價值感就會很低 而當你的自我價值感 一直長久下去的時候 他就成為了你對你自己的看法 而這個看法就會一直維持 直至你遇到一些不同的經歷 每一次你遇到一些你未遇過的情況 慢慢你就會吸收到這些東西 究竟你是喜歡他還是不喜歡他 那他就會造成了你的價值觀 每一個人的價值觀 他的排名都是不同的 這個也是你從小到大一個 自己學習到的一種理解的總結 所以這個就是形成了我們不同人的價值觀 那當你形成了一個價值觀的時候 Mark Manson就說到 其實人是會去找他自己的同伴 人是會很自然地很想去結黨成群 或者去找自己的朋友 找自己的圈子 那這樣東西去一起守護自己的一些價值觀 或者一些喜好 那就形成了Mark Manson說的宗教 他就用religion這個字 但是religion呢 他又不只是說到我們說的基督教 天主教 佛教 還有其他不同的道教 或者是很多不同的這些哲學的一些教牌 在Mark Manson的世界裡面 其實這些只不過是一些比較長久 或者是很多世紀都沒有破滅的一些信仰 其實是有些再短期的信仰 一些短期的信仰 譬如人是相信這個資本主義 就是我相信只要我給了錢 那件貨就應該是屬於我 這個也是一個信仰 就是這些所謂的理念和宗教信仰 我覺得Mark Manson很有趣的 去提到另外兩個的信仰 其中一個就是一些個人信仰 現在特別是多了這種信仰 例如是一些運動場上面的一些選手 譬如誰是打球最厲害的 或者是你會覺得一些明星 變成了一些信仰 因為你覺得它是很重要 以至到你很多東西都會圍繞著它 那另一個很有趣的信仰 就是科學 科學是唯一一個可以自己去進化的信仰 因為它信什麼呢 它就是信證據 那你就會不斷去更新這個信仰 這個信仰都會隨著時代的變化 而不斷地改進 所以這個是很特別的一個信仰 就是因為它是一個會進化的信仰 但是每一個信仰 當你去建構了之後 你不約而同 你也是會有一件事必須要做到的 就是你會為你的信仰去找一個敵人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人是很奇怪的 你就是靠拒絕你的敵人 或者去防禦你的敵人的時候 你才產生了一個感覺 明白自己本身的價值觀是怎樣 所以信仰本身它就是建構於一個同虎 這是在Mark Manson的理解裡面是這樣說的 可能是一些 我們自己生活上面 本身遇到的困惑 譬如人是會經常都要迷惘的時候 而這些宗教就會給大家出路 因為它會告訴你人是應該怎樣活 那這個就是一個希望 就是這些宗教可能 那就是因為信仰或者希望本身 建築在這些痛苦上面 那個痛苦究竟是什麼痛苦呢 你的信仰究竟是對於個人的一些痛苦的希望 還是其實是想去滅絕其他宗教信仰而存在的一個希望呢 所以慢慢這件事又可能會被人利用了 是會造成很多很多的衝突 因為你要去捍衛自己的希望 所以不同的希望之間就一定會有衝突 所以其實在Mark Manson的世界裡面 終究或者信仰 希望本身這件事 就是會帶來人之間的衝突 我發現到原來這本書的分享實在太精彩了 所以要分為上下兩集了 那我們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記得Like、Subscribe和Share我的影片 以及留言我們下回分解